第一天所讲的我说我会介绍一下Lemon Diplomatic的文章 这就是Lemon Diplomatic事业的文章 讲到这个德国跟以色列的关系 以色列是在1948年建国的 我们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不是屠杀了六百多万的犹太人 照理来说犹太人恨德国人恨得要死 德很奇怪就是他这边文章意思就是说 这个德国跟德国跟这个以色列的奇怪关系 德国跟这个以色列的奇怪关系 怎么说呢 因为德国不是战败以后被列强分了两步嘛 一个是东德 东德就是苏联占领的群 西德就是美国啊 所以他们有个东西的一个柏林啊 有个柏林围墙 我就是说柏林围墙岛了 什么那些啊 有个叫很有名叫美国那个 那个检查叫Charlie Checkpoint 东德 他是认为他是反反法西斯的 所以他觉得我没有义务陪你啊 我不知道东德有没有陪啊 大概也陪不起啊 西德倒陪了 西德在1952年的时候 这个以色列跟德国啊 就签订那个这个赔款 赔款这个这个协议数啊 这个 德国赔了大概以现在的欧元来算 大概赔了将近八百亿 欧元啊 你说呢 这个 那个以色列建国的时候 三分之一啊 就是给德国人杀剩下的人 逃到那边去 三分之一啊 还有奇异剩下那些人啊 总有不是他的亲人啊 他的朋友啊 认识都被德国人杀的嘛 而且那个时候 哎呀你知道 这个德国跟这个日本有点像啊 日本很多战败以后啊 不单是这个天皇制度没有被废止掉啊 而且甚至有一些战败啊 都都都都都变得高官的独有啊 现在阿贝是吧阿贝是不是他的祖父是不是跟跟战败有点关系我不知道啊 那在德国也好哦 这个以前最大恶劫当然被这个这个被搅死了是吧 还有些不是太大恶劫 有些坐牢啊 有些后来过了几年 那些人好像就就放出来啊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 就所谓就那时候 细的叫联邦德国嘛 啊 那个是 东德叫说民主 德意是民主共和国吧 是吧 德意人民共和国吧 大概吧 我今天就想啦 就 只要有人民的 一个国民啊 只要有人民的 或者是民主的啊 有名 那个字的话 一般是美 美国没有叫美利坚民主共和国啊 就美利坚共和国嘛 是不是啊 美利坚的 但是你看朝鲜 朝鲜民主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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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共和国啊 什么人民共和国啊 什么 人民都被踩在 踩在底下啊 也没民主 也 是吧 呃 东德 他就 好像 好像没赔 就西德赔了 西德赔是什么呢 他认为就是说 哎 我要赎罪 我要修补这种关系啊 呃 德国 道不认为就是说 这个那篇文章里面讲 就是德国 不是是 主要是为了这个 这个道德上的个良心观去陪他 主要是说 德国人认为就是说 他这个要 国际上他要挽回他的国际地位 他也认为就是有个 有个那个他的这个官员就说 有个好像绿党的啊 官员就说 德 就是以色列生存权就是我们的生存 意思就是说 以色列生存完跟我们很有关系 就是这样就像美国啊 你不能就动以色列啊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德国大概要赔了八百多亿油油 但是他这个三分之二啊 是他不是付钱啊 三分之二他是给他那个物质 就是原料啊 机器啊 那些船舰啊 跟他吧 三分之一是石油 那个时候为什么 这个有血海深仇 沾满了油海人宣学的德国 那以色列为什么要跟他那个呢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是这个以色列 打败了那个阿拉伯联军啊 就是这个阿拉伯联军是不团结嘛 一盘伞上被刚刚建立的土军队 以色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啊 主要是一个是 那时候他经济也不好嘛 需要钱啊 其实 这个两个就是德国培养这个 其实是双赢啊 为什么呢 以色列我觉得经济有困难嘛 德国人给他钱嘛 是吧 但是因为他给的都是 料啊 这些机器啊什么 这反而刺激了这个德国的这个 这个国内生产啊 而且他这个 他不知道是多少年啊 分多少年赔不少 我只知道就是除了国与国的赔偿以外啊 他还有过人呢 还有 所以他过了五六十年 现在大概没有啊 还能犹太人啊 全世界各地所有太人还向德国赔 就是索赔的 德国人我们日本人讲的 阿沙利 日本人不是阿沙利啊 你那个什么 慰安妇什么都死不承认 是不是啊 都赔 到底还在赔 他这个德国人干脆赔啊 啊 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占领国民生产能力 但是只有零点 而且造成他这个 刺激了这个 这个国内的这个工商业 所以这个造 就是他这个所谓 呃 他有 德国有个叫做 Workshop Wunder 就是经济奇迹啊 造成进入 还有个原因啊 为什么德国跟这个 以色列走得那么近啊 还有军事方面 你知道 现在不是美国是力挺 那个以色列嘛 以色列 现在他不是这个 以兰不是有 有制造核武区啊 死兵 喝兵 不准不准 这个不准 以色列要喊打 守卫要打 连三达要喊打 大概以兰 但是以色列 造核武器的时候 秘密造 美国也 大概也知道 美国很厉害啊 但是也阻止不了了 那犹太人厉害嘛 所以那个时候 听说这个 德国人 也有那个贷款给 除了那个赔款以外 还有贷款给以色列 听说以色列拿那个钱 去制造核武器 在1967年以前啊 就是 中共六日战争 那阿拉伯又可以以色列打的 落花流水嘛 时候 美国人是没有公开的挺 这个以色列 那个时候 他是表示我是个公正的 什么调停人 迷列的 就是啊 但是 他底下 鼓励德国啊 他那个 他有个坦克 巴顿坦克 叫德鲁迪赵 送给那个以色列 底下 他不公开啊 不像1967年有时候公开挺 这个以色列 这个美国 所以 那个 以色列人就说 美国人啊 好像 给钱不给武器啊 法国人啊 法国人啊 是 给武器要钱 德国人嘛 给武器也不要钱 所以嘛 就是说 打仗的时候啊 就是 那个以色的空军是法国装备的 Mirage 就是幻象式 那个战斗机啊 天上飞的是法国的战机 地上跑的是什么呢 德国坦克 所以说 所以这个 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德国关系 还满一切的啊 呃 后来就是 呃 还有德国人认为就是 德国人不是亚利安人吗 我刚就做了个视频 觉得德国人很优秀啊 他认为 那个犹太人就是 我们在中东的亚利安人 他德国人看齐 阿拉伯人 所以他就说 那个 呃 是不是中东的六日战争的时候 好像 以色列的一个国防部长就 说Moshi Dayan 说我忘了啦 那个名字啊 是独眼将军啊 就有一只人打到被打虾了 对啊 哇 德国人就说 这个摩西什么大样 这个人啊 哇 他这个 人才啊 他就像我们那个 沙漠之虎啊 我们就叫罗梅尔 啊 罗梅尔 后来 因为参与啊 这个好像是 抹杀 这个希特 后来就被召回来 好像自己自杀 还是什么 不是的 就 就像以前中文的 这个这个 大臣犯了罪 我也不处死你了 你自己 掉柄自杀了 大概就自杀了 好像是这样子吧 呃 大概今天 就这边我来讲 这个 我大概 介绍见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